五 四 三 二 一 点火 点火 我们可以看到下达点火指令之后 火箭到起飞大概还有9秒的时间 这个时候点火 然后熊熊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 对 先看到的是新极的氢氧发动机 台出的氢气 后面是再点燃氢氧发动机 最后点燃一样没有发动机 我们看到的这个炮武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它是属于两级半的火箭 和这个长三甲系列还比较 程序转弯 两级半是属于转弯 两级半因为我们日飞的飞行时间大概只有三分钟 所以说它比一级整个的飞行时间明显得更多 所以我们传统的都管它 温昌光学雷达更多正常 摇车系统正常 温昌飞行正常 达到了这个8分钟 所以说那个长武用两级半的这个规模 能够实现传统的三级半的这个能力 通过令 摇侧信号正常 好 现在我们通过口令可以了解到一切正常 那现在这样一个还是属于冲击推进的阶段 所以说它的助推器还没有拨入 现在的飞行阶段是我们叫助推飞行段 这段时间段主要是火箭尽快加速 火箭加速到一定高度和速度 这样的话就是把燃氢丸的助推器尽快抛掉 这样的话火箭能够进一步的轻装上阵 发射现在的火星一号应该是量身定制的 现在的火箭的力量能够完全能够进一步 它在气的这个速度要求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还是从地面拍到的我们长武的这个位 现在从现在来看的话 应该马上就要进入 大家可以看到马上就要进入助推分离阶段 这个时候火箭基本上已经快飞到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我可以理解说这个时候的助推器的燃料已经差不多用完了 助推器关机 助推器分离 现在助推器分离 分离的很正常 很干净利落 这个刚才的画面角度是从我们的火箭上面回拍 我们火箭 要落回地球的 对 后面会不会有些部分是不回地球的 助推器的 飞行高度大概只有70多公里 助推分离完之后 它会随着一个抛物线的载入 就载入了 一级也能载入的地球 二级因为它达到的速度和有效载入是一样的 所以它也会变成太阳系的一个 太阳系的一个行星 我们听到这个掌声 这个掌声意味着 这是经历了一次分离过程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整流罩分离 因为火箭飞行过程当中 最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 往往是这些分离的环节 如果一个分离正常之后 一般的我们的实验队员都会鼓掌 庆贺 杰总刚才这个整流罩分离之后 我们的火星探测器就暴度在太空当中了 一开始的火星探测器的设计 是按照胖五的大小来进行量身打造的吗 一二级分离 是的 火星探测器的设计是分离5成5米3 现在我们整流罩的范围 是在太空之后的 你说不不能超过这个包裹 刚才我们又是听到了一阵掌声 楼总就往地球来漂浮 然后最终要落到地球的某一个点上 它会落到我们的太平洋的公海海域 在菲律云的东面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火箭的姿态 似乎在进行一个调整 它的方向在发生变化 这是有什么考量 它就会随着 因为最终火箭飞行结束 要给有效载荷提供一个恰当的一个方向 那么这样在飞行过程当中 要根据和有效载荷协调的结果 来调整舰体的姿态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从 从火箭的 应该是从火箭的有效载荷支架上看到的 这个摄像头主要是观测飞行过程当中 有效载荷的状态 离我们缓慢远去的点火的过程 还是直接就建议载荷 是这样的 分离之后探测器 还有这些画面 是不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实时拍摄画面的 最后一个火星探测器的影响 罗总 从火箭的角度来看 这是最后一副了 因为随着分离之后的距离 它会越拉越远 这样的话 火箭后面还有一些舰体里面推进剂的 一些排放处理 确保舰体是安全的 不会在轨道上形成一些碎片 Geral 美女 清 词 写 今天